刘诗诗穿蓝色睡袍上台被热议 气质出众 也不能太舒适 9月17日 刘诗诗的工作室晒出了几组刘诗诗 在参加某活动的照片 在照片中 刘诗诗身穿一套蓝色连衣裙 不过 这件服装的风格与睡袍相似 引起网友的热议 刘诗诗的气质确实出众 但是这次的风格也太舒适了 明明是一件时尚裙装 穿成了睡袍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次刘诗诗参加的 是为某品牌代言的活动 在活动现场刘诗诗的造型 依然是温婉的小仙女形象 这倒和她的气质十分的匹配 因为 在网友的印象中 刘诗诗就是依靠她特有的气质 给人一种负中自有诗书感觉 这也让网友认为 刘诗诗在自身的穿搭上 不是那么在意 在意的只是自己是否舒适 正如刘诗诗工作室 晒涂的标题一样 家人轻轻 轻力俊逸 遇见一抹蓝 而刘诗诗似乎对于蓝色 也是情有独钟 这次 在秋高气爽之时 身穿蓝色裙装 颇符合她的气质 灵妖正如网友的评论一样 刘诗诗真的好适合蓝色 其实 刘诗诗不仅适合蓝色 这次的造型 无论是面料的选择 还是在颜色和裁剪的设计 都是在为刘诗诗量身打造 凸显了刘诗诗的优点 在秋天 一袭蓝色的长裙 确实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而刘诗诗的这身造型 不仅看着让人舒服 穿在刘诗诗的身上 更有一种让刘诗诗穿着舒适的感觉 长发挽在耳后 给人一种气质温柔 而从侧眼来看 刘诗诗的精致的颜值 是不是凸显出来 尤其这一身蓝色丝绸长裙 将刘诗诗的知性美 优雅的状态展示得十分的到位 蓝色的裙装丝绸断面 给人一种高级感 而刘诗诗白皙的肤色和亮色的断面搭配 整体的饱和度比较高 让刘诗诗有一种明艳照人 清凉舒适的感觉 这种高级感真的十分适合 这次刘诗诗的发型也得到网友的认可 偏分的波浪卷发 让刘诗诗更显生动 与她的脸型十分的适合 因为这让她的脸庞看起来更加的紧凑 而波浪型的蓬松感 还增加了刘诗诗成熟女性的妩媚味道 让刘诗诗的女人味更加浓烈 02这身穿搭和装扮 让在台上的刘诗诗有一种仙女的感觉 也突出了她气质出众 一太优雅的一面 可以看得出来 仙女出场 与众不同 一旦走上舞台 刘诗诗的气场就来了 在服装设计上 看起来比较保守 但是由于选择了丝绸面料 特点就是柔软 穿在刘诗诗的身上 反而勾勒的刘诗诗的身材十分的完美 这又突出了刘诗诗的优雅感 当刘诗诗面带笑容时 脸上的酒窝溢出的甜美 真的太甜了 03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这身设计明显带有睡袍的样式 给人一种宽松感觉 当然 这种设计确实穿起来比较舒适 再加上面料和细带的小设计 突出了刘诗诗的小蛮腰 也让刘诗诗的造型 看起来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但是 这种宽松的舒适的睡袍造型 舒适倒是舒适了 少了时尚的元素 这也是被网友热议的地方 毕竟刘诗诗诗的这款服装不是睡袍 是作为一款礼服 出现大家的视野里 被网友热议 不能太舒适 也情有可原 当然 刘诗诗一向注重在服装上的舒适感 孤落了时尚的一面 也常常被网友 平易在服装上缺乏心意 衣服毕竟是 穿在自己身上 自己感觉舒适 当然重要 大部分网友 对刘诗诗 给予了认可的态度 其实 舒适是服装的一项基本要求 穿出自我 穿出时尚才是服装应有的模样 你认为刘诗诗穿出自我了吗